回家发现 小伙大白天在家洗澡 怎么来这么快呀 什么叫我来这么快啊 媳妇 大白天的你洗什么澡 哦 今天又是 嗨 这不是天气太热了嘛 啊 我这就行的 洗中澡在家里降降温 哎呦 降降温 啊 你怎么突然这样回来了呢 媳妇 我忙完了 不就回来了吗 你不是说下午才回来 上午提前忙完了呀 本来下午就不削我了 正好我说了 回家还能省顿饭钱 你回来 你下次能不能给我提前打个电话 跟我说一声 没做饭 你突然间就跟我狗鸡鸡啊 哪有饭啊 没饭 没事 我自己做 对 媳妇 你热啊 媳妇 你热 你不会开窗户嘛 窗户是开着的 大冬天风鸣明明不叶 她却说叶 而且她还在发信息 啊 小孩呢 啊 我问你小孩呢 小孩 啊 小孩让我送他妈那儿去了 你送他来干嘛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一个相亲没看的小孩了 想小孩正好 拍一看跟可欣都在家 然后我就把这份送到他妈那儿 跟他妈玩半天 我先下午回来再去接他 媳妇 我知道你在家偷偷干嘛了 还把小孩送走了你 还洗澡 你是不是背着我 今天 在家又健身了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不是 给我猜对了吧 这都被你发现了 健身减肥又 对啊 最近不是有肉啊 长肉啊 天天长肉 然后我就在家里 昨天 你练着你小水城 你今天又 你不休休息吗 锻炼身体要持肢以恒是吧 我今天在 在你生间练的 练什么 扣约机啊 什么扣约机啊 不知道了吧 下次能不能不要办这样的事啊 怎么了 你回来的时候 你能不能给我提前打个电话 通知医生 行行行 不要这样搞得突然袭击 搞得我一个措手不及的 你说你回来你也不说 家里连点吃的也没有 现在怎么办 对付一口吃了 冰箱的 怎么能让你对付呢 你说你天天 容易吗 我现在楼下去给你买点吃的 是吧 下次别办这样的事了 搞得我措手不及的 我走了 我去给你买点饭吃 谢谢媳妇了 辛苦了